我小时候我没戴过这种皇冠 我干啥呀 好看啊 感觉是要朝天蹦 不 你穿这套衣服 我这身衣服跟这大绝了 我那一刻我不是感动 我是心疼 64岁的妈妈 就是她愿意为女儿去 花心思 花力气 花精力 花她的想法去做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也没想到 她竟然是一个懂得给惊喜 给浪漫的人 吃完了 行 你许愿吧 哇哦 这一个吗 一个就行了 行 许愿 因为你这也差不满四十个 那得四个 四平八万 四个不行 许愿吧 哇哦 祝你生日快乐 祖儿呀生日快乐 一切都顺利 心想事成 试试顺利 妈 她是我许愿 等等啊 你那个等会儿许啊 好了 然后我送你一个 我三个愿望送你一个 今年 能给我领回一个姑爷子呢 太无聊了 妈 太无聊了 太无聊了 你太无聊了 好了好了 跟你干杯吧 来 祝你生日快乐 好 哎呦 我的天 太无聊了 像找一个地方钻进去 你在这个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场合 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 说这个话 就觉得有点不太合时宜 太无聊了 我就不该让你许 真是 许愿 心想之诚 那我就祝你那个别诚 哎 我收回我的愿望 那不行 那还不行 妈 今天是我过生日 你还是过来给我 你是过来给我过生日 还是过来给我过生日来了 过生日是重要的 对啊 那过生日 那是不是得开心啊 体都不开心啊 你别这 妈 你别再求这个事了 你说给我一个幸运 让我自己 我三个呀 我给了你一个 好了 我也喜欢 然后你给我添堵 你这完全就是 给了我一个堵啊 那干嘛能是堵呢 就没这问题 自己就自己琢磨 自己琢磨就行了 拿刀刀出来 那憋着心里多难受 憋好几年了 就是过生日 多开心的一件事情呀 你做的这么一大桌子菜 又去买菜 做菜 给我做蛋糕 给我唱生日歌 你是不是希望我快乐 你是不是希望我的这个生日很难忘 我说那你真的是给我 为什么又在许愿环节给我添堵 你明明知道 这个话在这个时候 场合说下来 说出来 它不会让大家快乐的 然后再来